村里赵家的老爷子今天去世了 赵家兄弟俩当晚坐在院子里 一边给赵老爷子守灵 一边商量着这几天丧事的流程 哥,就把爹这么放在桌子上吗 那怎么办呢 爹走得这么突然 哪来得及准备棺材 咱们俩要这么守读上时间呢 按说最少得三天 等明天装了棺材 咱俩就轮班吧 要说这赵老头啊 倒也真算是个好人 一辈子心地善良 在村子里人缘口碑都很好 两个儿子也都算孝顺 前些日子 老头好好的走着路 突然中风了 这一下还挺严重的 转眼间 一直挺硬朗的人 说走就走了 还要找了个对象 本来还想打算带回来给爹看看呢 哎 这都是命啊 没办法 对了 看看那箱还烧着吗 可不能灭了啊 那个长命箱灭了 据说对咱家后代香火不好 嗯 还有一段呢 守灵的赵家兄弟 按照老规矩 在尸体旁边 垫了长命箱 守灵时 还要关注着香火 大概在半夜十一点多时 赵家老二回头去看 那箱有没有烧到底 哥 你看那是 咋了呀 就在这时 老二突然发现 灵堂里有个黑影在晃动 哥俩借着灯光仔细一看 顿时就把两人吓坏了 原来是一只大黑猫 不知从哪跑进了灵堂 此时正在停放尸体的桌子底下 那只黑猫瞎了一只眼睛 哥俩都认识它 就在哥俩一愣神的功夫 那只瞎眼的黑猫 竟然一下子跳到了赵老头的尸体上 那黑猫用爪子 一下就扒开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 然后对着赵老头的嘴巴呼着气 也不知道是在干嘛的 快把他畜生赶出去 赵家哥俩这时反应了过来 大叫一声冲进了灵堂 去驱赶那只瞎眼的黑猫 你是那边 嘿 好 黑猫见两人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一转身就从尸体的另一边跳了下去 那黑猫非常的灵巧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 也没被赵家哥俩逮到 快滚出去 你这个畜生 快滚快滚 那黑猫后腿一弹 跳上了屋里的那扇后窗 跳上了床台 瞎眼的黑猫也不惊慌 朝着兄弟俩看了一眼 仰头喵喵的叫了两声 这才顶开窗户跳了出去 这个畜生 再让我见到 我非打死他不可 兄弟俩见黑猫跑了 无计可施 只能说两句狠话 结结气了 赵家老大把所有的窗户又都检查了一遍 这窗户都关着 那畜生是怎么进来的呀 爹没事吧 没事 而老二看看赵老头的尸体没有被破坏 就又为老头盖上了白布 赵家老二一直在外面打工 不知道农村的规矩 见他哥对那只黑猫那么紧张 有些奇怪 于是就问道 一只猫 你至于这么紧张吗 你懂啥呀 不能让这些东西碰到尸体 会炸尸的 还炸尸 都啥年代了 你还信这些呀 你以为演电影啊 赵老二一听炸尸这两个字就笑了 在他认为呀 人死当灭 跟一堆肉没啥区别 哪儿还能动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虽然我没见过 但是经常听人说起这种事 得了 可是他们此时还不知道 在他们身后 老头的尸体已经发生了变化 兄弟俩完全不知道 老头的尸体已经坐了起来 还在门口聊着天呢 有些事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对了 再看看香还烧着吗 啊 还有 哥 又咋了 可这时 就听赵老二的声音 突然开始发抖了起来 赵老大纳闷回头看去 而这时 那启事的赵老头 正扭过脑袋 盯着兄弟俩呢 兄弟俩被眼前这恐怖的一幕 吓得嘴巴大张 半天都没合上 后背的寒毛全都炸了起来 而此时 赵老头以一种活人根本做不到的姿势 扭向哥俩的方向 嘴巴大张 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两个人 就这样 对视了半嗓 谁也没敢动 还是赵老二一句哆哆嗦嗦的话 打破了僵局 咱爹 又活了 活个屁呀 这就是诈事 快跑啊 诈事 赵老大爷终于反应了过来 嗷的一嗓子 招呼着老二 掉头就跑 与此同时 赵老头的尸体也动了 正追着两人的方向往外爬呢 此时 在陈老狗的家里 陈老狗与小便正在准备吃饭呢 爹 现在不让你看病了 以后咋弄啊 怎么还不是活人啊 说得轻巧 天天吃这个 嘴里都长蘑菇了 以前陈老狗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爷儿俩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可这几年 镇上下来人 查到他没有行医资格证 从此不让他再给人看病了 爹 要不过几天我和大刚一起出城去打工吧 陈老狗已经习惯了这样清淡的日子 可小便一直对外面的大城市格外的向往 隔几天就有事没事的念叨一番 正在这时 村里的两个年轻人突然惊慌失措的跑了进来 陈老 不不不 陈伯呀 您快去看看吧 出事了 赵家娃儿大爷 他诈尸了 对 诈尸了 俩人喘了半天气 终于把事情讲清楚了 小狗 你们腿脚快 先过去 我随后就到 一听到是诈尸 陈家娃儿俩可不敢怠慢 饭也不吃了 准备先去对付这事 陈老狗知道 这种事没人敢靠前 怕那尸体伤了人 就吩咐小辫先去应付一下 自己准备一些对付诈尸用的东西 我哪儿的东西 你快去先应付着 爹 你可得快点啊 别让尸体跑到村里害人 更别让他见血 知道了 你快点就成了 陈老狗知道小辫貌似不沉稳 反复地叮嘱他好几遍 哪知道小辫出声牛犊不怕虎 早就跑出去了 小辫与两个年轻人 一起跑到了赵家门口 发现赵家老二正靠在大门口呢 赵二哥 你胆子够大的呀 一直在这守着呢 尸体还在里面吗 在 快过来扶我一把 我腿软 站不起来了 小辫刚想夸他一句 胆量不小 却不想 那赵家老二 只是因为太害怕了 全身颤抖得厉害 才一直没能离开 听声音是在里面的 咱们进去吧 陈小辫可不是个鲁莽的人 先打探好了尸体的位置后 才开始行动 三个人互相装了胆子 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一把推开了赵家的大门 可是等冲到屋里 看清楚了里面的情况 几个人都像电线杆子一样 立在了原地 原来那赵老头死时 正以一种非常诡异的姿势 趴在地上 对着屋里的墙角发呆呢 因为几个人冲进来 惊动了赵老头 他像一只受了惊的动物一样 马上转过头 朝着三人做出了玉扑装 快跑快跑啊 普通人哪里见过这么吓人的场景啊 那两个年轻人嗷的一声 跳着脚转身就跑了出去 陈小编此时也是害怕 可是又拉不下脸 像他们一样转身就跑 但还没等他有动作呢 那赵老头已经朝着他猛扑了过来 陈小编还算是冷静 现屋门口有一把椅子 顺手就抓了起来 先挡下了那尸体的袭击 看看挡下了赵老头这一击的陈小编 一看那个凳子顿时大吃一惊 那个凳子的面上 已经被划出了几道深深的痕迹 正在小编发愣的时候 那赵老头的尸体又一次冲了上来 看那敏捷的速度 伤害力不容小觑 正当小编无计可施的时候 身后终于想起了他爹陈老狗的声音 你再应付一会儿 我马上就好 您真看得起我呀 转眼间那尸体又一次冲了上来 陈小编有了他跌挡后盾 胆子也大了 也向前一冲 不想脚下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一看是盖尸的白布 小编马上有了主意 陈小编马上捡起了白布 朝着尸体扔了过去 尸体被白布一挡 为陈小编争取了一点时间 小编冲上前 将停放尸体的大桌向上一踹 又顺势双手一推 将赵老头的尸体紧紧地挤到了墙角处 陈小编一阵地忙活 而陈老狗那儿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 一直在旁边不紧不慢地画着符呢 您可得快点啊 我顶不了多久啊 那就是个行将 你对付得了 平时不是吹得挺厉害吗 可就在这时 尸体的两只大手 突然刺穿了厚实的木桌桌面 要不是陈小编反应迅速 这一下可就要被穿成血葫芦了 爹 不对吧 这可不是普通的行将啊 来了 陈老狗一见这情况 也紧张了起来 一个剑步冲上前 将自己画好的符 贴在了那赵老头尸体的脑门上 说来也怪 刚才还凶猛无比 力大无穷的尸体 一下子就被像施了定身法一样 一动不动了 爷俩见危机解除了 将桌子挪开 而那具尸体 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一直在那儿一抖一抖的 爹 这赵老头为什么会炸尸啊 我也不知道 先把它放好 爷俩又费了些力气 把赵老头的尸体处理好 在木桌子下面画了一道大幅 防止尸体再次变化 哎呀 怪不得都说死沉死沉的 这也太重了 去 把赵家人都叫过来 问问发生了什么情况 赵家的人都被叫到了灵堂前 陈老狗这才详细地问起了 炸尸的原因 跟我说说 这老赵是怎么炸尸的吧 刚才 爬到了我爹的尸体上 陈老狗一听是那只黑猫 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 看来你爹是没杀了那只老猫啊 这可是心慈面软 留祸害啊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 这猫不过六载 狗不过八年 可他就是不听 原来啊 这瞎眼的黑猫 陈老狗也知道 那只赵老头 以前在路边捡回来的野猫 捡的时候也不知道多大 反正已经成年了 在老赵家 一养又是十几年 这猫回来 恐怕是想戒食浑浑呢 陈老狗一见那只黑猫 就看出了那猫有些道行 劝老赵头把它处理了 因为据说呀 猫狗在家里养的超出了寿命 就会出现许多的邪乎事 正说着呢 就见陈老狗朝着赵家的屋顶上 飘了两眼 畜生到呆久了 想尝尝做人的滋味啊 而这时 陈小辫也发现了 原来 在张家的屋顶上 正有一只黑猫站在那 就是那只瞎了眼的黑猫 那黑猫也知道被人发现了 恶狠狠地 用一只眼睛盯了一下众人 转头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看来这畜生不会罢休的 必须要除了它 陈老狗知道 这畜生一旦坠入邪道 便很难迷途知返了 看来 一场除妖之战 不可避免了